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文山憲堡 是我們打開後我是賴斯堡 是委員啊我們都知道文山區是你的選區 你一定很了解 有沒有什麼好玩的觀光景點 請委員跟我們介紹一下 我想當然這個紫蘭裡的貓空啊 首區一齒啦 很多人說想到貓空來核查 事實上憲林你知道嗎 貓空這個地方為什麼叫貓空 你知道嗎 我知道貓空啊 因為紫蘭溪的河床啊 有很多這個橢圓形的洞穴啊 形狀很像貓的爪子 所以當地的居民就在那裡說 這是尿康尿康台語發音 後來這個地方就被稱作貓空 尿康不是貓的洞啦 貓在進出的洞 這麼冷門的姿勢你都知道厲害 沒有啦偷偷有做功課啦 那我們今天就有採訪到 這個貓空在紫蘭裡的張家南 旅長跟我們介紹一下 旅長 哇我們今天來到了 瘋狂明媚的紫蘭裡的禮辦公室 我們請旅長跟我們介紹一下 這個紫蘭裡有什麼特色好嗎 呃我們紫蘭裡齁最大的特色 就是我們跟山下禮不一樣 我們分成山區跟山下兩個部分 那我們紫蘭裡的特色 最大的特色就是我們有紫蘭宮 那還有我們的貓懶 貓公懶車步道 對這個就是比較最特別的地方 那紫蘭公因為它有它的人文歷史 那貓空呢 懶車貓公懶車呢 就是來我們紫蘭公 來我們貓空呢 最主要的一個公共運輸 也是最特別的 我們全台北市的第一條的懶車 到他上來玩啊泡茶啊 來這邊就是休閒旅遊 休閒旅遊 假日這邊常常就是非常多人 那來我們這邊主要當然就是走我們的步道 跟吃我們的茶餐 我們上面有很多的餐廳 那再來到我們這邊就可以邊泡茶邊欣賞我們的夜景 哇夜景 對 真的是太棒了 尤其我們這裡跨年的時候都要交通管制 很多人來這裡看煙火 看煙火 對 不用到101人級了 來這邊跨年看夜景最棒了 對 又可以泡茶 又可以吃茶餐 泡茶 對 李早每天在這麼這樣子風光明媚的禮拜 心情一定很好囉 對 每個人來到我們這裡都說我們這裡空氣很好 空氣好 對 其實我有時候一大早騎著車上山要去會看的時候 就覺得 往山下看就覺得 哇我們這裡空氣太好 山下好像一層霧給擋住了 是是台北市很難得有這種的地方 對 歡迎大家常常來指南裡做做 來木柵來貓空泡茶吃茶餐 好謝謝李早 謝謝歡迎大家 掰掰 愛我的你愛我的家 哇 哇 指南裡真的是好山好水啊 不知道有沒有哪一個景色的委員 你覺得一生難忘呢 沒有錯 一般人到想到貓空就想到河茶地方 事實上 指南裡還有一個魯冰花海 不會輸給北海道的薰衣草田 哇 指南山的茶籠會趁著茶樹 休養的期間種了很多的魯冰花的種子 幾個月以後就開滿了魯冰花 整個來講景色是美不勝收 哇 好想趕快去看看這個魯冰花海 大家可以趁著這個春天的時候 可以一起到貓空的張樹步道 欣賞魯冰花之美 另外 委員啊 我媽指南裡是不是還有一些美化的工程 在進行 沒錯指南裡啊 因為很大 那個地方是很大 所以也上面很多的電線電感 現在陸陸續續在地下化 年底大概會做了很多 哇太好了 所以大家以後到貓空 抬頭一看美景 不會再有電線 在那邊煞風景 我們還要持續努力 拍幾照來也會更漂亮了 是的 謝謝委員之後 我們繼續介紹文山區的特色 好康給大家知道 文山獻寶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歡迎大家來貓空喝茶 拜拜 拜拜